香港知名富豪赵世增的女儿,宁元赵世之,虽说不是娱乐圈人士,但近些年她因为感情生活,获得了外界不少关注,更是一度引发热议。 赵世之近年来,身边有一位感情要好的同性恋人JW。最为关键的是,两人的恋情得到了赵世增的认可。 近日,赵世之再度透过社交媒体秀恩爱。她和同性爱人一同出席了好友,香港女星王新平举办的好友聚会。 据了解,王新平和赵世之是多年的好朋友。两人经常在一起聚会,也经常同框出镜。 这次在聚会中,王新平的老公李嘉辉,妹妹王家璐都有出镜。聚会有点像是家庭聚餐,但赵世之仍然有出席。 不过大家也发现,这次赵世之的同性爱人JW也有现身,网友自然热议不断。 从网上曝光的照片可以看到,JW的打扮非常男性化,留着一头短发,穿着一身休闲服。 黄眼一看以为是男生,但仔细一看,JW的五官还是比较清秀,皮肤也比较白皙,能够看出是一位女生。 可以感觉,对于这位同性爱人,赵世之还是特别重视的。 今年年初,赵世之就首度带着爱人,到了父亲赵世增家中拜年,三人还进行了罕见的同框合照。 这次,赵世之也将JW带到好朋友的聚会中,很明显就是想让对方积极融入她的生活中。 赵世之的这位女友JW,两人其实已经认识很多年了,据知情人士爆料,两人是小学同学,只是最初双方互相不来电,只是普通朋友。 但后来,两人都恢复单身状态,开始尝试着多多接触,发现彼此有共同话题,性格也比较合适,所以最终成了情侣。 众所周知,当年赵世之公开出柜,一度引发全程热议。 赵世之身家富贵,所以一直希望女儿有个好的婚姻,好的归宿。 没想到赵世之竟然喜欢女生,赵世之性格也是很果敢的类型,他甚至还主动向外界公开了这个消息。 更令赵世之生生气的是,他竟然跑到国外,和当时的女朋友香港名媛杨如新注册结婚了。 当年随着赵世之的结婚,赵世之自然强烈反对,甚至做出了一个奇葩的举动,花五亿公开招募女婿。 当然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,毕竟这个公开招募女婿的戏码,确实有点可怕。 而在两人结婚七年之后的某一天,赵世之突然公开自己已经离婚。 可能是年龄大了,赵世增对于女儿喜欢同性这件事也慢慢予以接受。 今年年初,随着赵世增和JW的合照曝光,就足够说明,对于女儿的同性恋情他表示理解,认同。 值得一提的是,赵世增快90岁了,但感情生活仍旧非常丰富,女友换个不停。 虽说这一生他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,但他并没有结婚。 之前接受传媒采访时,赵世增就透露过,他从年轻的时候就明确自己不会结婚,就是害怕另一半分财产。 赵世增现在整个人精神抖擞,身体状况良好,不得不说,他也确实对得起外界给他头号玩家的这个称号。 豪门富少的玩法总是让人意想不到,有护上皇这种只有传说不见人影的,也有王校长那样喜欢高调,女友换不停的,但他们跟赵世增比,都是小儿科。 这位年近90岁的传王之子,堪称花心阔哨的顶级玩家,身边的女友一直都在更新换代。 如今87岁的高龄,竟然又多了一位金发碧眼的新女友。 近期是赵世增的女儿赵世增,45岁生日,作为父亲的赵世增也出席了女儿的生日会。 可在赵世增身旁的这位金发美女,竟然是他老爸的新女友。 目测这位小女友也就是30岁左右,两人的年龄差有50岁之多,妥妥的爷孙恋。 这位女友打扮得相当精致,肌肤盛雪,笑容妩媚,像个芭比娃娃,也是角色美人。 而赵世增对老爸的新女友,似乎已经见怪不怪了,几人合照倒也和谐,赵世增一生都流连在花丛里,还能获得女儿和女友的和平相处,估计都是超能力的作用。 赵世增的发家史说来也简单,生于船王之家,含着金钥匙的顶级富二代,在早年资本升资本的年代,他随随便便拿家里的钱搞点投资,都能换来几倍的回报。 他的朋友圈可谓全员富豪,从逢景喜到李嘉诚,随便列下名单就是福布斯上榜的名人。 赵世增的日子也简单,物质上的挥霍已经不能满足他了,为了打发生活,他开始鉴赏古董,买名画,豪车,传闻家里有欺负唐伯虎的真迹。 TVB专访他家的时候,其豪宅内部是设施更让人扎舌,私院花园,游泳池,庸人,管家,司机,浩浩荡荡一群人。 不过,最让赵世增出名的还是他身边的女人,坊间传闻他自己也数不清自己到底有多少女朋友,多到自己都忘记了。 这种常换常新的生活,这位阔少可是从年少玩到年老,87岁竟然又换了新女友。 但即便是他身边女人无数,但赵世增却至今未婚,孩子他倒是有三个,可三个孩子,三个妈。 结构如此复杂的家庭,也是一桩奇事。 若是追溯赵世增的烈焰之路,需从邵氏集团邵逸夫说起,两人私交颇深,邵逸夫也让他接触到了更多女明星。 1979年,邵氏电影公司的女星姚伟为他生下了女儿赵世之,本以为能借着女儿嫁入豪门,却不成想赵世曾对他的态度,却愈发冷淡。 结局便是花心的赵世增,去母留女,身边又有新人在侧了。 五年后,女星盈盈又为她生下了一个儿子赵世浩,豪门家族都是重视接班人的,本以为这次有希望嫁给赵世增的盈盈,却也为逃脱去母留子的命运。 据说,当时眼见着结婚无望,盈盈本想带着儿子远走高飞,却被赵世增拦下,并留下了一句,女人可以走,儿子必须留下的话。 有儿有女的赵世增,依旧本性难改。 她又跟越南美人霍拉迪热恋,并且两人还一度走到了订婚的程序。 正当外界以为这位花心公子可能要收心时,却不成想还是差了临门一脚。 被甩的霍拉迪相当不甘心,甚至还状告赵世曾要求赔偿一百万,可那又如何,这些丝毫不影响赵公子继续留莲花丛。 有这样的老爸当榜样,孩子们的感情也并不如意。 女儿赵世之举办了一场同性婚礼,两人从相恋开始赵世增就非常反对, 甚至还传出她从武艺昭叙。 可两人热恋多年,感情不变,最后赵世增也不得不默认了这段婚姻。 儿子赵世好也是个情种,早年风流成性,女有一个接一个, 但后来她与小自己八岁的新闻电视台主播廖康如,奉子成婚。 小孙子的到来也让赵世增格外开心,这也算是为赵家延续的香火。 小儿子赵世增算是三个子女中,相对低调的,他热爱旅行,看上去也比较接地气,感情生活并不为外人之。 家族中最稳定的一位,很可能会成为家族日后的希望之星。 赵世增的人生,可谓相当精彩,传闻交往过上万名女友的他,八十七岁仍能保持不婚,也是奇葩。 不过在他看来,不婚才是最安全的,因为一旦结婚就要平分财产,像他那么花心,即便有再多身家,上万个老婆也会把他分光了。 花心阔绍的天花板,也就是赵世增了吧,祝他老人家身体安康,开心快乐吧。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订阅点赞转发,感谢大家的支持。